腦海港的一半是我們臺灣十大四營的 白第五名 為了要求急性 欠火性腦中風的白人 健保室現在有宣布要放棄 有品的急副 對主本是寫著說急性 欠火性腦中風三點前來 可以擁有了 現在要等到四點 半天都可以 按算一年 可以有一千六百人收費 對十月份後九月開始試試 一般來說 腦中風一定要在黃金棋裡面去投藥 那這個會比較有效 那當然在國外的經驗裡面 他們認為說 其實是一千六百人收費 一般來說 腦中風一定要在黃金棋裡面 去投藥 那這個會比較有效 那當然在國外的經驗裡面 他們認為說 其實是一千六百人收費 其實除了三個小時以外 到四點五小時也是非常有效 健保室表示 腦中風的類型 主要分作欠火性腦 出火性腦 還有減息性腦欠火 將一百零九年到一百十一年的通計發表 因為急性欠火性腦中風 住他們的人數 本一年差不多四萬人 到底注意的是 欠火性腦 是腦腦本身白便 作成腦腦太黑 或者是因為心中 或者是其他部位 腦腦裡面有腦腦 作成腦腦腦腦去 提出腦腦腦腦腦去 那才施工量失調 意思說 如果是在腦中風的初期 兩者介入治療 可以好好改善服務官的證明 我們搶時間 哪怕是在三六四點五小時 如果這個藥瓶 一直大概一萬 幾多兩瓶 兩萬不到 兩三萬 本來是自費 然後接下來支付的話 可以減輕病人跟家屬 這個經濟負擔 同時這病人的病情也可以改善 比較理想 意思表示 中風後 部份的白人不可以 做完整的工作 但這是需要多論議 那如果嚴重者 有可能一四人的雕層 作成白人跟家屬 照顧很大的壓力 現在憲報放令 會感用到這幾乎之後 可以限制希望率 和失業的程度 也能促進環節 在這幾乎後果然的進行 記者 中漢報道 記者 中漢報道